对于纳萨尔性侵体操选手一案 曾引发全美轰动 6月8日 包括西蒙·拜尔斯在内的多位体操名将 加入了一场集体举报 他们指责联邦调查局FBI 未能及时阻止纳萨尔的恶行 索赔金额高达10亿元 他们的律师6月8日披露了这一消息 根据报道 FBI探员早在2015年就已得知 纳萨尔被指控性骚扰体操选手 但他们并未及时采取措施 导致纳萨尔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仍然得以继续骚扰女性 根据联邦法律 政府部门需要在6个月内对该案做出回应 而之后受害者可能会进而发起诉讼 这取决于FBI回应的情况 司法部此前曾表示 不会对未能及时开启调查的FBI探员 发起刑事指控 这次举报包括大约90名受害者 拜尔斯 莱斯曼以及马洛尼等奥运会金牌选手都在其中 总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美国体操协会 2015年告知当地FBI探员 三名体操选手声称 他们被时任队一纳萨尔性侵了 但是当地的FBI既没有开启调查 也没有通知纳萨尔就职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所在的州政府 另外位于洛杉矶的FBI探员 2016年开启了针对纳萨尔的一桩性旅行调查 并访问了若干受害者 但是他们同样没有通知密歇根方面 直到2016年秋天 密歇根州立大学才在另外一起调查中逮捕了纳萨尔 纳萨尔目前正在联邦监狐复60年的刑期 除此之外 他还被判处在密歇根州立监狐复刑40到175年 请不吝点赞订阅